大家好,我是Tobi小人君 今天我们就来到Aunti Krishna Sarawak Laksa 它这个地方是在 C Park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它里面有什么东西 它这里的这个面呢 跟我们Sarawak那边的样子长得一模一样 现在我就试试吃一下 它都会到你讲了 哦,还有一点 现在老板娘就讲 一定要放这个酸鸡 还有它的酱 现在看到酱纸里面 我觉得很多道具 因为在其他地方 要找到酱纸里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 等一下我们就问一下老板娘 这个东西是怎样做的 现在老板娘就教我 怎样煮 Laksa 拿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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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个汤匙放在米粉的下面 可以了 可以了 你米粉放中间 可以了 放芽菜 这里拿芽菜 芽菜 芽菜 这个是芽菜 哦,豆芽 豆芽 我们叫豆芽 我们叫豆芽 我们叫芽菜 古今人叫芽菜 不过 不过 不用很多 真的是不用很多 我们刚才吃了一轮 放鸡蛋汁 也是用这个 夹夹 夹夹 鸡蛋汁 放最中间 好,这样才漂亮 好 鸡丝 好 虾 虾 哦 那个青菜 就放中间 这个 就可以了 ok 好 这样就可以去放汤了 好 放汤 放汤 有你教我 那也可以不满意咧 一定要搅 鸡 拿过来 它里面上面有油 你搅了 你那个油哪里 油推走 我叫你 这样搅了 你这样搅了 你这样推走 那个油走了 哦 你拿到上面的油 一定要回走 可以走 那 不然它油很快就回来了 那是ok吗 可以 一点点 不要放在那边 放在那边 放在那边 因为那个菜给你冲着 好 打勾高尘 Let's go 怎样招呼你啊 Christine 你们在这里啦 卖沙拉瓦拉沙 卖了多久啊 刚开始我开一个store 在邦山 邦山那边卖了 98年了 现在我自己搬来这间店 差不多一个半月 半了 是谁教你煮的呢 然后你已经煮了多久啊 啊 因为我的家住 在斯拉瓦克庆 是卖沙的 我妈妈在那边卖 从小我们都帮助妈妈 跟妈妈钢粉啊 做料啊 那些从小都跟妈妈 到妈妈过世了 妈妈那边附近的单口 就交给我的子儿他们了 所以我本身就来到基隆坡 基隆坡 基隆坡我算起来 整十九年前啊 我在这边卖 斯拉瓦拉沙 他们才问我 是进口的还是怎样的 是一样吗 什么什么 所以我很辛苦 要慢慢跟他们解释 十多年前 整二十年前 西马的人 对我们东马 的斯拉瓦拉沙 好像不太认识 他们吃到鸦 他们帮我介绍了很多 西马的人会吃了 所以就是这样 慢慢一直做 让他们认识到 我们那边的卖沙 这样是什么原因啊 会让你想要从 古镜啊 搬来KL这边呢 因为我在KL这边 我妹妹嫁来这边 我就想到刚好咖啡店那边 有蛋口 我就想租一下 因为我们家租卖拉沙嘛 整二十年前的时候 西马 还没有人知道 我们的拉沙 我就想看 看他们会不会接受咯 然后我们好奇一点 就是 你的那个米粉呢 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是他们中国进口的 那个扎货商啊 我有跟他讲 我用过这个米粉啊 以前他换过 各种牌子给我 我觉得不好 因为他不爽口 所以我跟人家 你一定要找回这样的牌子给我 这种牌子 我觉得我不适合 因为我要求是 一定要我的米粉要爽口 不是价钱的问题 所以我的特财跟我讲 我这个米粉很好 他不会说吃了 这样烂烂 那个米粉 它很爽口 然后你的这个面啊 其实它在原本沙拉瓦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像 就是沙拉瓦的面 就是它的米粉 样子 就是也是这个样子 对 是这个样子 在KL真的是很难很难做 你的那个沙拉瓦 你的汤 有放什么东西进去 这个一定要放鸡骨头 那些去熬 它才会有甜味 这些沙拉瓦料也是很辛苦的 我的沙拉瓦料 全部是从附近 穿过来的 不是这边啊 所以我的成本是很重的 你的客人 通常是什么人 会来这里吃 我的客人啊 很多是我们家乡的 沙拉瓦人 Huching Sibu Mili 什么都有 不过现在啊 这个西马的也很多 因为他们吃到 他们接受嘛 我们的这个辣萨 他们接受这个口味嘛 他们讲啊 好吃嘛 所以他们又介绍他们的朋友嘛 所以越介绍就越多 变成东西嘛 都有现在 营业时间是几点 早上啊 八点 八点通常是到下午两点多看啊 假如是有时候打包的多 我们会早一点卖完 嗯 假如没有打包 我们可以卖到两点多 好 所以这个我不敢肯定过 就是要问你 你接到我的沙拉瓦 有什么东西 要提出意见啊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了哦 很好 真的是非常有水准啊 像你们刚才 你买的方式啊 你们都很讲究这些东西啊 很难得啦 讲真的 嗯 真的是非常好 谢谢你 现在KL的你 如果喜欢Sara Laksa的话 你就可以来这里 尝试一下 你家乡的味道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我们的YouTube频道 你的支持 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次 一人再见咯 看你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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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快 我在你们做的 我也有一种 它 好 好 我